TVS 成天快訊 要持續帶您關注 這金華城的容積率弊案 這台北 前台北市的副市長 彭鎮生最後是被收押禁界 但是現在卻傳出 其實彭鎮生在當下是有碎唸的 那他就是說 為什麼只有自己被押 可文哲卻是沒有事情呢 GT Today的BO董 其實彭鎮生是作為時任的 台北市的副市長 還有都委會的會議主席 因此是被視為 是上層關鍵的角色 所以最後是被羈押禁界 法院也認為 他可能會有勾串共犯 所以也決定要羈押 但是看看柯文哲 是以難以認定他知情違法 而且缺乏專業等理由 最後是被無保請回的 所以彭鎮生對於這樣子的裁決 其實是覺得非常的不解 而且質疑自己明明就沒有收錢 為什麼還要再被羈押呢 而目前律師也已經向法院 要來提出抗告 目前彭鎮生的律師團隊 但是主張彭鎮生是無罪的 強調彭鎮生的專業 並非都市計劃 希望可以撤銷相關的裁定 雖然柯文哲是無保請回 但是現在卻爆出 有超過千萬元的不明賬戶 根據這週刊的報導 現在傳出這個簡聯 已經查過柯文哲的不明賬戶 而且這恐怕也會成為壓垮他的最後一根稻草 此外其實柯文哲也曾經交代時任副製製長 也就是彭鎮生處理金華城案實的變遷 現在也通通被查扣了 而都委會的成員其實也被柯文哲的秘書 偷罵阻擋金華城的開發 還有多位的北市的議員 在三年前就已經質詢過這一個案件 就連連任前也有首長提醒 柯文哲恐怕有處罰的疑慮 所以剛剛說的這幾點 其實都顯現出柯文哲恐怕對相關的案情 早就已經知情了 這恐怕也會讓他難逃這官司的風暴 好 今天需要帶您看到 柯文哲是無包請回 但是現在北檢當然是提出了抗告 而且這份抗告書更是多達20頁 要補強相關的證據 根據提督隊的報導 其實根據了解 這份攸關柯文哲生死門的抗告書的厚度 是多達了20頁 裡面的內容就包含了金華城案的貪污 還有圖利罪 部分的細節會有一些相關的補強 而負責就柯文哲抗告案件的何怡婷成員 審判長是徐泰成 生命法官是鍾雅蘭 而裴席的法官是魏俊明 而這個抗告其實也預計最快 就會在今天上午會做出裁決 好 繼續換心情帶您看到 這個今年的國慶主事決 不知道您看過了嗎 但是很多人看了之後 就說這設計是華國美學回歸了嗎 根據《既有時報》的報導 其實有網友意外發現 今年的主事決跟網紅式網膜還有眼肉牙 主持的YouTube頻道 也就是眼球中央電視台 在2019年的國慶網會推出的主事決是非常像的 而當初他們推出他們自己的主事決強調是受到苦錯的窗髮所啟花 所以也有柔和到中華的美學 因此現在這兩個看起來真的有一點點還蠻像的 所以有很多網友也到這一篇文章來朝聖 要看這兩個到底有多像 不過以今年的國慶主事決來說 其實就是以藍色還有紅色作為主要配色 但是實際上長什麼樣子 帶您一起來看 現在大學其實已經陸續要開學了 但是卻有人在暑期打工的時候 為了這兩千塊 居然就當了車手 根據《既有時報》報導 這是一名十九歲的法律系的男大生 他在暑期打工的時候為了賺外塊 所以就被詐騙集團吸收淪為當車手 而且為了每次兩千元的酬勞是挺而走險 假冒是投資公司的專員 而且也與一名被騙上百萬的勞翁面交 不過就在他們面交的時候 就被埋伏在附近 扮成工人的台中市的警方給逮捕了 而目前訓後是移送法辦 而且也深壓獲捲 不過根據了解 其實這一名男大生成績其實還蠻優異的 現在是即將升大二 沒想到是因為這個缺錢 當車手 接續不只有相關的刑責 還得面臨被害人的聚而求償 以上就是為您掌握到最及時的新聞內容 將鏡頭交換給主播完期